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现场浓浓的黑烟是直窜天际 那么远在几公里外都可以看得见 因为台南一间这个农药工厂呢 今天清晨六点多发生了火警 那消防局货报之后呢 是出动了15车24人前往 布设这个水线来紧急灌救 先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好可以看到呢 现场消防人员呢 拉水线来灌救的同时呢 还不时有传出这个火光爆炸声响 那地点就在台南新营工业区 中校路新泰路口的一间农业工厂 那一楼呢因为不明的原因来起火火光窜出 那消防人员呢抵达现场之后 是持续来灌救当中 目前没有人受困 那么现场因为有燃烧一些有机溶剂 也因此呢有爆炸声响的传出 那消防人员呢也在外围来防护警戒 只是详细的起火原因呢 有待灭火之后进一步理清 那边在外围来防护警戒 谢谢大家